江苏昆山的社区大楼邀请昆山环境教育基地的环保志工来推广做环保 他们把一楼大厅作为住户体验回收分类的环保点 社区大厦一楼入口处打破往常安静 转变成汇聚清流的小小环保站 环保志工将昆山环境教育基地的运作模式 搬进一般民众生活圈 无非要拉近他们与环保的距离 但万事起头难 挑战接踵而来 刚开始推渡的时候是蛮困难的 因为知名不知想 那么还好就是说我们小区居住的台商比较多 那么他们这种意识啊 理念啊 确实在我们小区提到了一定的这种示范 我这边真是好养来丢一下 丢一下 丢一下 这个只会吃完的 只要发挥巧思 学会方法 还能把厨余果皮变成环保酵素 在场婆婆妈妈惊叹不已 如果没做这个之前都是什么做的 都丢掉了啊 现在呢 现在的礼物当成宝了 珍惜资源爱惜大地 临汉的厦门 她的美丽 除了夜晚灯火 还有精彩走秀 由来自台湾的大爱感应科技和厦门当地企业所合办的再生科技环保展 吸引大批民众贸语参加 我们TDK在厦门 但是厦门居典的话有一万多个人 那我就想说如果说这次的一个环保活动 能有一千个人参加的话 那这五位的五位就是启发一千个人的善心 启发对地球的善心 无论一千人 一万人 都是不可或缺的环保兼兵 大爱新闻 珍算美之宫 专闻带 同如堂 华晨森 综合报道